那些人,那些事,那些故事 大家好,我是游儿 今天我们故事的主角 他单枪匹马开辟了一个时代 成为这个时代最好的华语歌手 而且至今 仍然是华语流行乐团 无法逾越的山 他就是周杰伦 他是一代人共同的童年和青春敬意 这个夏天他又发新歌了 我黑头一上线 一小时销量破百万张 周杰伦每发新歌不仅让人感叹 他还是他 永不过气 但我们已经不再是当年的我们 我们已经不可逆地长大了 加上进来看了很多选秀节目 看到导师越来越年轻 有些刚刚出道几年 刚从去年的某档选秀节目中 脱颖而出的选手 摇声一变就成为今年选秀节目的导师 难怪 老师这个称呼越来越廉价 不由想到中国好声音前几季 请周杰伦当导师 尽管那时 他已经拿遍了华语乐坛的各种奖项 已经整整火了十年之久 但周杰伦仍然认为自己太年轻 还不够资格当导师 拒绝了 周杰伦就是周杰伦 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近 陪伴我们童年和青春 甚至会持续到未来的天王 周杰伦的故事 周杰伦1979年1月18日 出生于台湾新北市 妈妈叶惠美是美术老师 爸爸是物理老师 周杰伦四岁赌幼之源时 叶惠美把他送到音乐班学钢琴 小杰伦在听老师弹奏一遍后 自己就来到钢琴前赋弹出来 叶惠美来接孩子时 老师告诉叶惠美 这孩子很有天分 可以培养一下 音乐这方面的能力 正因为老师的这一句话 叶惠美决定给孩子买钢琴 买钢琴在那个年代 是需要拿出家里 全部积蓄的行为 周爸爸认为没必要 但是叶惠美背着周爸爸 为杰伦买了钢琴 周爸爸为此很不高兴 之后小杰伦也被剥夺了玩的权利 全部的童年 都是在钢琴前面度过的 小学三年级时 周杰伦偶然听到天鹅湖 被大提琴又伤七美的曲调迷住了 叶惠美又为她购买了大提琴 为此夫妻俩人又吵了一架 家里的争吵越来越多 而因为杰伦而产生的争吵 更是只增不减 杰伦不明白 爸爸为什么总要找妈妈吵闹 他记下他的困惑和伤感 从小到大只有妈妈的温暖 为什么我爸爸那么凶 如果真的我有一双翅膀 两双翅膀随时出发 偷偷出发 我一定带走我妈妈 这伤感的诗就是后来那首 令万千歌迷伤感的 爸 我回来了 许多人认为这首歌是在影射周爸爸 周杰伦否认这种说法 周杰伦14岁时 父母的争吵终于停止了 因为他们离婚了 周杰伦写道 爸爸妈妈彼此没有爱 难道这就是生命的真谛 沉默孤僻和决相叛逆 已经成为周杰伦的底色 进入青春期后 他更是想露出笑容 虽然他弹的一首好钢琴 拉的一首好大提琴 又时常活跃在篮球场上 是许多女同学关注和谈论的对象 但他成绩不行 几乎全线红字 经常被老师训斥 学生的首要任务就是学习 而不是音乐和体育 老师认为 周杰伦的成绩差到这个程度 可能是智力有问题 有一位老师直言不会对叶惠美说 周杰伦有智力障碍 这让叶惠美陷入深思 她深思的不是孩子的智力问题 她深思的是 孩子今天如此冷漠 叛逆个性 是不是家庭不和睦造成的 这种想法让她很自责 她的做法不是像许多妈妈那样 指责和批评孩子 相反 她规定自己做到散步 不唠叨 不指责 不胁迫儿子 她尽可能地去关心 和启发孩子的兴趣 孩子学业不行 那就在音乐上努努力 主老师所料 周杰伦没考上大学 也会没鼓励杰伦 去考台北大学音乐系 可惜连报两次都落榜了 妈妈开始为杰伦的未来担心 周杰伦也感觉 人生一片迷茫 看不到未来 每天过得浑浑噩噩 得过且过 没有目标的周杰伦 到一家餐厅打工 作为服务生的她 因为时常打翻盘子 每个月的薪水 几乎被扣掉了一半 有一次 周杰伦拖着一盘菜 边走边听歌 不小心于为女服务员 撞了个阵招 将菜全洒在女服务员身上 餐厅经理健壮 毫不客气地罚了周杰伦 2000元台币 而且他警告周杰伦 再有下次请他走人 但是经理后来不但没有吵他 反而重用了他 怎么回事呢 餐厅中有一台钢琴 一次闲暇时 周杰伦弹了一曲 消邦无曲 把经理惊住了 经理立刻叫周杰伦 不用再端盘子了 就弹琴 然后请来电视台记者炒作 不久餐厅生意火爆起来 还省下了请钢琴师的费用 叶惠美看到了杰伦的音乐潜能 1997年9月 他鼓励周杰伦去报名参加娱乐节目 超级新人王 这成为周杰伦人生最重要的转折点 他精心创作了一首歌曲 梦有翅膀 但他对土字发音不清的自己的演唱能力 实在没信心 请了一位歌手演唱 而他自己担任钢琴伴奏 演唱者不能理解他的曲风 弄得台下听众虚声一片 一场表演彻底搞砸了 夜会美极了 性格内向的他 鼓起勇气找到了主持人吴宗宪 把梦有翅膀的曲谱给他看 吴宗宪应付式地扫了一眼 没想到歌谱让他眼前一亮 歌谱不仅抄写的工整 而且谱的复杂 吴宗宪秀到了才气 于是他改变了心意说 明天叫他到公司上班 就这样周杰伦进了公司 任音乐制作助理 他每天主动帮同事们买盒饭 这是妈妈交代的 要他和同事搞好关系 一直听妈妈话的杰伦照做了 而夜会妹还是担心 不善言辞的杰伦 会在无意中得罪了老板和员工 于是常常在下班时间 站在公司门口 准备一些可口的披萨 茶几送给员工 请他们包含杰伦 一来二往 同事们虽然不太了解 沉默寡淡的周杰伦 但都认识了夜会妹 也许是惺惺相惜吧 杰伦在公司遇到了 同样怀才不遇的方文山 他们很快创作出大量的歌曲 但能够欣赏的人几乎没有 周杰伦都想放弃了 但想到妈妈每天来公司门口 已经成为一道风景线 他不敢放弃 他害怕辜负妈妈 周杰伦硬着头皮支撑着 以每天一首歌的速度进行创作 武宗仙每天早上上班时 总能准时见到周杰伦新的作品 终于他被这个年轻人的情分和天赋感动了 他答应找歌手演唱他创作的歌曲 但是找歌手唱周杰伦的歌 成为最艰难的任务 因为都被拒绝了 我们来一起回顾一下那些被拒绝的歌曲吧 1998年2月 周杰伦创作了《眼泪知道》 被推荐给刘德华 刘德华轻轻飘了一眼歌词 摇头说 眼泪怎么会知道 眼泪要知道什么呢 后来火得一塌糊涂的双结棍和忍者 是给张慧妹写的 阿妹却认为曲风怪异 可爱女人写给吴宗憲 憲哥写好了词叫春夏秋冬 可是憲哥实在是唱不来 于是退货 之后让许若先填词 总之一年过去了 没有歌手愿意唱周杰伦的歌 吴宗憲决定给周杰伦最后一次机会 让他自己演唱自己创作的歌曲 如果再不成功 只好请周杰伦走人 1999年12月的一天 我从县将周杰伦叫到办公室 非常认真地说 我给你十天的时间 如果你能写出五十首歌 而我可以从中挑出十首 那么我就帮你出唱片 周杰伦一听这话 激动地说不出话来 他立刻跑到街上 买回一大箱方便面 他想拼了 接下来周杰伦就待在音乐室里 没日没夜的创作 疲惫到不行了 就在某个角落里打个盹 醒来再创作 叶惠美见儿子不回家 每天都吃方便面 于是他在公司附近的一家餐馆 点了满满一桌菜 看着儿子吃光后才离开 就这样十天后 周杰伦真的拿出了五十首歌曲 吴宗憲无话可说了 于是周杰伦的第一张专辑 J制作出来 起初公司对这张唱片 没抱多大希望 能收回制作成本 就算不错了 2001年初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 周杰伦的第一张专辑刚上市 就被抢购一空 而且在当年的 华语流行音乐评审中 一举夺得 华语流行音乐金曲奖的 最佳流行音乐演唱专辑 最佳新人和最佳作曲人 三项大将 让台湾的歌星们 大低眼镜 纷纷询问 周杰伦是谁啊 如果说第一张专辑 小有成就的话 那么 2001年12月 周杰伦的第二张专辑 范特希 就造成了风暴 其中结合中西方音乐元素的 主打歌 双结棍 更是成为 饶舍歌曲的代表作之一 周氏旋风席卷了大陆 港台 东南亚 整个华语歌坛 风靡了一个时代 有人说 仿佛一夜之间 华语流行歌坛被周杰伦 一个人的声音统治了 他百遍的音乐曲风 和他桀骜不驯的个性 成为年轻一代 热烈追捧的偶像 他的每次演唱会结束后 许多粉丝 怀着朝圣般的心情 触摸他刚刚做过的钢琴椅 这位出道不到一年的年轻人 也燃成了整个华语歌坛 超重量级的天王 2003年2月 出道仅三年的周杰伦 便接受了美国时代杂志专访 而且是继王妃 张惠妹后 第三位出现在时代杂志 亚洲版封面的华人歌手 并被赞誉为 新一代亚洲流行天王 同年 周杰伦的第四张专辑 叶惠美问世 这是周杰伦献给母亲的礼物 让全世界都知道 她有一个好妈妈 叫叶惠美 这也是为什么 我在视频里称 周爸爸为周爸爸 称周妈妈为叶惠美 周杰伦很少提起爸爸 后来妈妈劝导她 她听了妈妈的话 重新接纳了爸爸 7月16日 周杰伦专辑主打歌曲 《以父之名》 在超过50家电台首播 并有8亿人收听 这一天 也被定为周杰伦日 《以父之名》 被许多歌迷认为 是难以超越的经典 除了音乐上的成就 周杰伦2005年 开始进军电影业 她的第一个电影角色 是在《投文字地》中 担任男主角 2006年9月 周杰伦发行 个人第七章专辑 《依然范特希》 那么一定要提到 里面的那首 《听妈妈的话》 据唱片公司负责人说 在这首MV中 周杰伦曾想邀请妈妈入镜 但妈妈太害羞 所以作罢 不过 周杰伦巧妙地将 与妈妈的所有合照 放在MV中 使妈妈成为 独一无二的女主角 妈妈的辛苦 不让你看见 温暖的食谱 在她心里面 有空就多多握握她的手 温暖的歌词 不仅颠覆了周杰伦 遗忘留给人们的 不羁形象 也赋予听妈妈的话的 全新含义 遗忘 听妈妈的话的 固化印象 就是没有长大 没有主见 没有出息的妈宝男 但周杰伦一首歌 就将这种 固有认识打碎 再重塑 听妈妈的话 开始变成 尊重长辈 孝敬父母 听取过来人的意见 许多孩子认为 他们崇拜的 偶像巨星周杰伦 听妈妈的话 那么他们 也要听妈妈的话 周杰伦就是榜样 当年许多家长和老师 感慨周杰伦 一呼百音的号召力 感叹他们花了 十几年的心血 苦口婆心 还不如一个 偶像的几句话 因为他是周杰伦 因为是周杰伦 在说 年轻人就会听 可见周杰伦的影响力 可见音乐的魅力 周杰伦是一个大孝子 他明白 在他最看不到 希望的时候 是妈妈给了他希望 妈妈用爱支撑着他 成名后 周杰伦将所有的收入 都交给妈妈掌管 再忙也要抽时间 陪妈妈 周杰伦在接受采访时说 为了我妈 我可以做任何事情 我想任何一位母亲 听到这句话 都会很幸福 过往生活再艰辛 叶惠美足以向傲过去 叶惠美是一名虔诚的基督徒 并没有因为是周杰伦的妈妈 而山沾自喜 她一直在教会服侍 为人非常平和 这首歌曲里还有一句是 听妈妈的话吧 晚点再恋爱吧 与侯佩岑分手后 陷入感情空荡的周杰伦 真是听妈妈的话 直到她遇到昆灵 2015年 是让许多周太太崩溃的一年 因为有一个女人真的成为了周太太 她就是昆灵 周杰伦与昆灵的三次婚礼分别在英国 然后在周杰伦的故乡台湾 和昆灵的故乡澳大利亚 这三次婚礼都没邀请出道时的贵人 吴绾忠宍 经纪公司表示 这不是周杰伦本人的意思 是周妈妈没有邀请吴综宣 周杰伦只是再一次听了妈妈的话 周杰伦昆灵夫妻 现在有一个女儿和一个儿子 周杰伦也从一个好儿子 变成一个好丈夫和一个好父亲 2020年的夏天 周杰伦再次推出新歌 Mojito 不知道大家喜欢吗 因为是周杰伦的Mojito 我先干为尽 虽然这不能算是 纠结伦最好的歌曲 但我个人还是蛮喜欢的 在迷人的热带日光下 跳起轻快的舞步 泳子随之摇摆 这个夏天来一杯Mojito 感觉青春回来了 喝一杯解解渴 说一句 哎哟 不错哦 我是游儿 我们下个故事不见不散